来到人世间 到去见主面 人生这个第一个阶段在妈妈肚子里 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 第三阶段以后还是有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最需要宝慧师 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到上帝 耶稣基督降生跟定死十字架 在历史时空里也已经过去了 我们不可以去看着图画中的照片画片 说耶稣在那里那只是一个预表象征 可是我们怎么样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思想主的名 当你想对了 想得合乎神的心意 你敬拜可慕正确了 圣灵就动功 所以我已经告诉弟兄姐妹 在耶稣保写里 就是我们的认罪悔改底下 圣灵定动功 当我们有了神确切的话语 像刚才我们读到 祂必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你确信 不是等到将来永恒国度里 乃是现阶段 你相信神 现阶段也会擦去你一切的眼泪 现在我们是在读 《严经事业》 上一段在读以斯拉记 在讲到怎么样主谈 怎么样渐变 牧师讲了一大篇道 有的人阿门 有的人 他完全反对 那第二阶段 就是现在 就在要讲使徒行传 那使徒行传 讲到司提反 当他要为真理 来讲话的时候 有宗教领袖 有些政治领袖 就还有民众 就做假见证 来陷害他 用石头把他打死 可是司提反就为主训道 所以故事好像还没讲完 如果牧师讲完这个 一定有人 阿门 一定有人把牧师 整个再来 把牧师骂一顿 或是抹黑 都是必然的结果 可是等到讲完十字行传 我们的严经事业 又要跳到哪一卷了呢 我还没有去注意 好 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过程阶段 哪一件事情 都有人会阿门 只要是处于神的话 也一定有人 不了解神的话 就开始说 牧师你这样 那作为神的仆人 就像古代的先知 如果一个先知 上帝叫他讲祝福的话语 他跑到那个城 一讲祝福 大家欢迎他 如果告诉他 你们这个城里犯凝乱 同性恋火 上帝要毁灭这城 他话讲一半 一定乱石 把那个先知打死 所以古代的先知 常常要为主训道 这些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 不过 神要擦去一切的眼泪 这句话 不是说 到了我们现在人世间 非这么痛苦不可 然后到了天堂 才能够擦去一些眼泪 乃是人生有阶段 神公义的话语有阶段 所以我们就相信 神在活水得胜教会 是给我们神差遣的圣灵保慧师 来保护恩惠我们 也是怜悯我们 也是教导我们 要苏醒我们 要让我们对于神全辈的真理 对于正面如何看 对于人世间的负面如何看 但是正面你看也好 不看也好 就像有人说和师母 是不说是 不是不说不是 我说让神说吧 我心里说让神说吧 我照着圣经真理说 这事若是出于你 我就默然不语 我要保持一个 活水流通的空管子状态 我要保持清心爱主的状态 我要在这里 把我最喜乐的 我要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我要赞美你 我要感谢你 我要把这个赞美的生命 感谢的生命 献给神 同时带出许许多多感谢的生命 跟赞美的生命 好让活水得胜教会 成为一个敬拜赞美的大军 成为一个 每一个活水得胜人 都懂得尊主为大 都懂得凡事规规矩矩 按着次序行 就好像你上了飞机 正在飞行途中 如果现在突然碰到气流 有一点不稳定 坐在飞机上的人 可能你睡着了都会被晃醒 突然觉得这个飞机摇摇晃晃 有一点不安的感觉 这个时候 飞机 机长 甚至空服员 立刻就会有广播 请所有飞机上的人 这时候 一定系好安全带 不要走动 暂时停止上厕所 有没有 飞机上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警告 请你们这个时候一定安静 不要在飞机上 有的时候 没有气流的时候 大家都走来走去 去上厕所 去要水喝的 什么人都有在飞机上 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可是一碰到气流来的时候 飞机开飞机的机长 跟空服员 一定这样子告诉你 这个时候你发现 本来大家就乖乖坐回去 安全带绑好 连空服员这个时候 都不来给你递水喝了 也不来服务了 要让大家 等着这个气流过去 让安全这个警报解除 因为这个时候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安全第一 当气流来临的时候 那开飞机的人 他是关键 因为他要非常留意 跟这个发号台 要保持联系 然后呢 情况不要有任何被气流 被龙卷风 被什么来影响这个飞机 这个飞机在同一个时间 就好像我们在说 所谓的同舟共计 所有船上的人 那么所有人的命 跟这个开飞机的人 息息相关 开飞机的人 如果这个时候 搞不清楚 他如果没有技术 没有经验 或者是没有跟发号台 有一个连结 或者是没有测清楚 然后呢 他一慌一乱 越慌越乱 越按错键 越踩错油门 这种情况 而造成飞机 有更大的失误 还没有因为气流而失误 而因为这个开飞机的人 失误有没有可能 那是当然更有可能 所以弟兄姐妹 在一个教会里面 我们每一次聚会 每一次敬拜 真的 像开飞机一样的 大家坐在椅子上 就像上了飞机 第一件事情 把手机关起来 飞行模式 然后学着我 然后学着我坐在这里 心里有一个极大的期待 又有有稀奇的事要发生了 又有美好的事要发生了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神让我们坐上飞机的目的 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 属灵的新的领域 新的看见 新的服饰 新的恩高 跟新的祝福 那不是就远走高飞了 乃是当我们这样服饰完了之后 还要再一个祷告 坐飞机回到自己的家 把所有从神 在宣教也好 传福音也好 服侍教会也好 带来的祝福 我们再来一个祷告 叫坐飞机 再带回到你自己的家庭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都在开飞机的途中 如果风平浪静没问题 天气情和没问题 如果碰到狂风暴雨来临 撒旦仇敌 来兴风作浪 你该怎么样 请系好安全带 以真理的带子束腰 请安静 不要在那里 多的交谈 没得影响空服人员 请顺着空服人员指令 做事 如果空服人员告诉你 现在必须要走到安全门口 打开门 下那个梯 现在要逃生 你必须要做这个事情 完全要遵照指令行事 而且大家 全飞机上的人 如果是基督徒 一定要为那个开飞机的人祷告 为什么 他是关键人物 如果开飞机这个人 有任何闪失的话 那么就会造成这个飞机 更大的失误 对不对 所以就知道 上飞机 这就是今天 神在我一路开车过来的时候 我说神今天要分享什么 主的名这么丰富 你要让我哪个方向去讲 结果我一路 神就让我有那个上飞机的喜乐 神说上飞机吧 我就发觉 原来神让我们每次来聚会 就好像上了飞机了 神要把我们带到更高之处 神要带我们在神的美意中翱翔 但是上飞机不是我们在天空做事 乃是在天空经过了一程的带领之后 我们会降落的 再降落就不是你原来的土地了 我们现在 去完礼拜 再降落的时候 那我们的心灵里面 其实是去了另外一个领域 就是 你不懂传福音 现在懂传福音了 你不懂待人接物 现在懂待人接物了 你不知道怎么要领受神的心意 现在懂了 你不懂怎么祝福你的亲人家属 现在要开始去祝福 去行动了 这就是我们每次聚完会 坐了这一程飞机之后 下飞机的光景 所以 耶稣说 他要从父那里拆宝费师来 就是重复出来真理的圣灵 让我们每一次在教会里 就像坐上飞机 然后以真理的袋子束腰 将神的话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特别在高空 在属灵的高空 暂时卸下世上一切的禅类 因为神带领我们翱翔 圣灵来了 就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 不是靠我们自己 我们口里宣告 心里相信 心里坚定的相信 真实的祷告 真正的顺服 这样一定能够为 耶稣基督做见证 教会一定会成为荣耀的教会 成为神赐福的教会 成为神使用何用的器皿 荣耀的器皿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说我们谢谢你 赞你你 感谢你 你是荣耀的救主 让我们在你爱的国度里 丰满的国度 主啊你就是这国度的 全能的真神上帝 宇宙的大主宰 主啊让弟兄姐妹 思想里面 不但觉得甘甜 而且敬畏 主你就是智慧 主我们不但敬畏你 有了智慧的开端 而且因为敬畏你 我们就更懂得 蒙你的保护 蒙你的慈爱 我们得着你属天的智慧 就是得着主自己 主就是智慧 我们怎么得着主呢 除非主你来抱抱我们 完全得着我们 让我们与你之间 心连心的关系 中间没有缝隙 没有若即若离 没有在怨天游人 主我们只有感谢 只有赞美 当仇敌来侵扰的时候 愿神兴起 使你的仇敌四散 主你的仇敌 就是撒旦魔鬼 黑暗全世 他在我们中间 当我们高举主的名 我们认罪悔改 在耶稣基督 宝血这盖底下 我们明白神 话语的奥秘 话语的全世 话语的真实 话语的命令 我们就一定能够经历到 保慧师 保护我们 恩惠我们 让神在我们生命中的 所有计划之意 畅行无阻 谢谢主 让我们活着真好 让我们活着有主 我们实在是天天平安 天天喜乐 有主同在 就是天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动 referenda 语曲 曲 文字